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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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喂 小梅啊 什么 你看到石头 跟一个女的在医院看扑克 这怎么可能呀 她现在这个时候 肯定在公司加班了 你是不是看错了 行行 我知道了 这 这不可能呀 算了 可不能胡思乱想 什么呀 这 难道 小梅说的是真的 婷婷 怎么了 是这样的 今天公司领导安排我又要加班 晚上呀 你别等我了 哦 行 我知道了 那我走了 又加班 肯定有毛铃 这石头 它是要去哪呀 石头 她看见你和一个女人在医院看扑克 是不是也是她 石头 这个就是婷婷吧 我是婷婷 你是谁呀 我是石头的母亲 什么 你是石头的母亲 我怎么不知道 石头她还有一个母亲呀 她告诉我 她是孤儿呀 婷婷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这我父亲呀 在我很小的时候 因为一场意外 去世了 是我妈 她一个人辛辛苦苦 把我拉扯大 她为了供养我上学 一个人每天呀 都打好几份工 是的 这石头啊 从小也聪明 学习啊 也努力 我这辛辛苦一点 也没什么的 这石头啊 也整齐 考上一个好大学 我这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啊 也是值得的 石头 你怎么从来都没有 给我提起过 你还有一个母亲呀 这 这一切 都是我妈 她不让我说的 她不让说 为什么呀 婷婷 你别怪石头 这石头啊 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她都把你的事情 告诉了我 你是大城市的 条件也好 又是独生女 这石头呢 是个农村的 她爸也去世的早 我又是个农村老太婆 也没有一份 体面的工作 我怕你父母嫌弃 我就没有让石头告诉你 她还有个妈 石头 你呀 不该犯糊涂的 你爸去世的早 这你母亲 这么辛苦的照顾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她呢 婷婷 这我本想着 也让妈和咱们一起住呢 可是 她死活都不同意 妈的脾气呀 也比较倦 这我也劝了她好久 她说什么 都不肯和我们一起生活 不久前 我身体不舒服 去医院检查了 检查处是姑娘还早期 这手术啊 需要家属签字 我就石头这一个儿子 所以我就让石头回来了 这两个月呀 都是石头在照顾我 前些日子 石头带我去医院检查 可能被你朋友看到了 才闹出这样的事情 婷婷 我这今天回来 也是想着 带妈去医院进行复查呢 妈 你听我跟你说 咱们呀 去医院复查以后 你就跟着我们两个 去我家住 不了不了 我一个人在家挺好的 妈 你就别推辞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呀 是休养 你说 你就石头这一个儿子 你不跟着我们去 你一个人在老家 谁照顾你呀 妈 您今天要是不跟着我们一起回家呀 那我也不让石头回家了 妈 您老听到没有 您呀 就跟我们一起回家吧 您要是不去 这我呀 都无家可归了 是啊妈 你就听我们的吧 好好 妈 给你们一块走 这就对了 妈 今天啊 我陪你一块去复仓 好 那咱们走 石头 也不是我说你 你这一个大男人 整天往妇科跑 脸皮可真厚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呀 偏轻的厚脸皮 呀